大家好,我是Den 前几天,5050成员们在新开设的IG公开爆料全代表恶行的时候 每位成员都发布了自己遭到的事情 但只有一位成员Kina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而这位Kina突然宣布放弃对公司提出的专属合约终止处分 所属公司Attractor也表示愿意进行对话 也就是说,创下中小经纪公司奇迹的5050完全体 事实上也破裂了 10月16号,成员Kina通过法律代理人向法院提交了 专属合约终止的上诉取消申请 对此,5050的法律代理人对媒体表示 只有Kina委托了新的法律代理人提交了上诉取消申请 但其余三名成员的上诉将继续进行 而对于Kina取消上诉的原因表示无话可说 前一阵子,在法院驳回5050提出的专属合约终止处分申请后 成员们马上就提起了上诉 然后成员Kina目前表示想要停止诉讼 对此,所属公司Attract对媒体表示 Kina表示希望重新加入公司 之后将与Kina进行对话 了解她是否愿意继续活动并确定未来方向 但目前还没有与在韩国的全代表进行沟通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也许是因为其他成员们身不由己不得不跟随的吧 只有她一个人没有发表令场文呢 如果有一个成员回来能够继续维持5050这个组合也是很好 毕竟都是做了七年恋习生的对内大姐 虽然是有点晚了,但应该是意识到现实 重新找三名成员的话 仍然可以维持5050组合 或者是可以进行个人活动 然后出演新女团选秀节目的话 也可以引起话题 她又能做词作曲 这应该是最好的结果 代表你将做出什么选择是您的决定 但至少不可以轻易的接受她 虽然不知道她是什么情况 但您要记住 她忽视了您设定的最后通牒 背后捅刀子的人又会在背后捅到 代表不要被二次伤害而哭泣 切掉她吧 他们的所属公司还是Attracted 如果不接受她 就会对那些叛徒们提供很多借口 应该是先接受后再考虑怎么处理 比大多数的电视剧还有趣 期待下一集 剩下他们三个 会不会也有宣布要回来的人呢 所以对于成云Kina 现在想要回到公司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让收视力暴增的韩剧三大登场 西克里卡顿 香槟百货店登场 送中级直升机登场 不给比公优移动登场 大家最喜欢哪一个登场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